如果 如果 天富貞 在小巨蛋 第二天 還是說跟第一天的talking一樣 還是說跟第一天的talking一樣 今天真的 不能唱三天三夜 因為只剩兩天 了嗎 膽不嫌要唱 兩天兩夜 有兩根半夜這種東西嗎 兩根半夜 緊張啊 就是到台北很多青藤好友來 一緊張不會口乾舌到你知道嗎 你們好嗎 唉 唉 唉 昨天講太多話了 今天 詞窮了 不好意思 所以 他們都說我超 幽默的 然後 其實昨天的梗就差不多已經用完了 對不對 三天三夜 然後 然後 分貝不能超過63mm 你們會嗎 那個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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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對 全場一起很噓 然後要注意自己的口氣 剛剛要來的路上 你們要先吃一點飯 如果胃酸有點跑出來 口氣不是很清新的時候 讓它們擋住一下自己的口氣 因為你前後左右都有人好不好 那就一起噓叫聲 讓我聽到一萬多人的噓叫聲 好安全的感覺喔 看到嗎 忍不住對不對 不會啦 那個要搭配震動跟那個 還有那個要搭配歌手要講 跳插來 就是那三個字 我知道那個條款好像是 歌手在台上如果有講跳什麼來 我不敢講那個字 跳什麼來那三個字就是這個動作 然後再搭配震動的什麼什麼頻率共振什麼鬼的 然後再搭配超過63dB的這個分貝指數 就要罰錢 所以你們很安全好不好 因為你們不要忘了你們來的是法會型的歌手 可能是真的隱藏的好不好 是心靈會得到很大的滿足 然後唱片公司也不會被罰錢 不用擔心 其實今天來到了很多的朋友 那個還有很多 親朋好友還有很多演藝圈的 其實我演藝圈根本沒朋友好不好 還在那邊裝自己演藝圈的朋友 其實我演藝圈的朋友也只有 Selena跟Ella 阿 納豆有來 一路順風 Bye 沒有啦 對 納豆其實也是我的朋友啦 只是我剛剛講的是密友啦 好難轉喔 好煩喔 對 然後大家今天有沒有感覺 我覺得邀朋友來其實 自己在扮演唱會 決定要不要邀朋友來 要不要問他 欸 你不要辦演唱會了 你要不要來看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 藝術也蠻困難的 我覺得有點像發喜帖 就是你要不要炸那個朋友 不炸他他會不會覺得說 不夠意思 你都沒有把我當朋友 你都沒有發喜帖給我 雖然我沒有發過喜帖 可是我因為透過辦演唱會 我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學問 還蠻困難的 就很怕問人家說 你要不要來看我的演唱會 那覺得其實也沒有很喜歡聽你的歌 只是歌曲 是朋友而已 但不見得喜歡聽你的音樂 就會覺得自己會想很多 覺得要還是不要 但是還是謝謝 所有 你們 每一個人 都願意前來 說到發喜帖 今天 今天的現場 有一點 魔法的粉末 灑在這個空間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現場 加油喜事 華妍加油喜事 我們有 他說好情侶檔來看演唱會 他說好很紅對不對 對啊 那有人這麼會求婚的啊 好煩喔 林佑佳 超開心的 我們華妍就是 對 也是算是另外一個程度的 另外一個程度的婚庫公司 哇 男的帥女的美耶 好 其實佑佳 對我來說我覺得 佑佳 是一個 我認識的他啦 我個人的觀點啦 我覺得他是一個 滿優柔寡斷 怎麼會這樣講自己的 優柔寡斷 但是充滿熱血 跟執著的一個男生 所以他總是 橫衝直撞 來回不停的兜圈 然後就寫出了 兜圈這麼好聽的一首歌 太好聽了 然後在兜圈的過程 也兜到了一個老婆 然後這個老婆 你們知道是Kiki對不對 也是我們的好姐妹 他臉蛋長得超漂亮 就不在話下 我就不多說 但是說他臉蛋長得好看 並不是因為 我跟他有姐妹臉 我才這樣說他 是他真的 是他真的長得 不行你們自己看看 他現在應該很害羞 他也是挺低調挺害羞的 他好漂亮喔 未來的新娘子 那就是 好他很害羞 好這樣我不要再拍他 饒了他 他就是臉美 但是我覺得他 就是明明可以靠臉吃飯 他偏部 他就是要弄得自己 人生很辛苦 開咖啡店啊 然後很認真的 他的妙手 可以做出很漂亮的帽子 然後可以 做出很好吃的餐點 很棒的蛋糕 然後 他就是一個很努力在過生活 很努力追逐自己 目標跟夢想的一個好女孩 我覺得林友佳 你真的賺到了 真的 對 但是他除了人美 他的心也很美 我記得他在 被 求婚的那一天 他除了覺得很開心很喜悅 覺得 好像整個空間 身邊的親朋好友都感染到了這個 開心的氣息 就是好像整個空間都被灑了 這個 灑了 灑了 剪掉 好像整個空間都被灑了 這個 魔幻的粉末 同時 他在享受幸福的當下 他也希望 每一個人 都可以追逐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所以他希望 同志伴侶 婚姻平權 希望每一個人 都可以有這個機會 不管是男生的他 女生的他 只要他說好 都有這個權利 都有這個機會 可以擁有幸福 也可以擁有法律的保障 所以他是不是一個很美好的女孩 好 今天演唱會 Promo完Kiki之後 我們就結束了 升降降 沒有啦 我真的是 有感而發 才會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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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有押韻欸 我真的是有感而發 才會blah blah blah 那就是 很開心 又有一對幸福的人出現了 然後我們也祝福 在婚姻平權這條路上 也可以這麼的順利 今天有人有去遊行嗎 有人有去 有去的舉手 太棒了 應該算是去聽音樂會對不對 下午聽音樂會 然後晚上聽演唱會 相信今天一定會讓你們收穫滿滿的 好 今天好像狀況比昨天好一點 因為昨天是星期五 大家星期一到星期五 被工作跟課業折磨了五天之後 可能有點 勞累 所以昨天大家好像尖叫聲啊 或者是熱情的程度 會比較弱一點 今天我一出來 我覺得狀況好像好一些 也或許是昨天那些人真的跟我一樣 太乖了 很怕超標 很怕那個噪音超標 所以真的 在一開始就有聽我的話很安靜 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我本身站在台上 也是滿有虛榮心的 也是多多少少會有這種虛榮心作祟 還是會希望有一些 尖叫聲鼓掌聲 好適當喔這一切 這招最後 這才像演唱會嗎 昨天開那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一招是學Selina的吧 因為每次演唱會就會說 昨天我們根本沒經歷好不好 我們今天才是跟聽最大的力氣 好適當喔 他每次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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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不學 我不是學到壞的 所以交朋友要謹慎好不好 好 最近 我參加了那個綜藝節目 然後有把綜藝節目裡面 選到的歌詢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昨天唱了黑色流定 基於今天是平權日 所以今天也要唱一首 這樣才公平對不對 不能只有昨天有 今天也要有 所以 對 平權 將平權進行到底 連歌單也是 好 給C 給C我可以解釋一下就是 傢伙也就是用具 工具 謝謝 今天要來唱什麼 什麼 你們有看嗎 有 夢想的聲音 有 今天要聽 有 哇賽 好專業喔 好 那就有凡人歌囉 走 感谢观看